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种名流人士聚集一堂 宴席坐落最为前列的自然是一些真正有名气的官员名士 随后便是在花魁赛上有支持的商人们 例如濮阳义 苏坦二这等人大概居于前列 而顾燕真则身居中段稍后一点的位置 与神庙的闲聊当中偶尔望往前方的众人 或是扭头看看大殿外的树丛 不久当众人打完了正式的招呼之后 落座的远景儿似乎是发现了什么东西 笑着朝旁边的知府大人开口时 顾燕真也就跟着笑了起来 扭头朝神庙说道 紫山 看吧 好戏开始啊 远景儿与云竹乃是好友 顾燕真已隐约预料到这些东西 此时颇有算无疑测之感 果然 前方远景儿笑着指的 正是那剥了壳之后的松花蛋 有趣又好看 刘大人不知此为何物 刘之父以前大概没吃过这东西 但此次宴席由他主持 前面自然也问了依二 此时笑道 此乃松花蛋 又名富贵蛋 翡翠蛋 袁姑娘你看 其中花纹婉然 若松枝纹路 松风高节 此次又是花魁夜 在座的皆是富贵之人 翡翠玉平安 正是符合这次宴会的圣灯菜品啊 官字两个口 有了前面松花 富贵 翡翠这几个名字 那刘之父便是一路唯唯到来 一番隐身 她哪能知道 旁边这作为四大航手之一的袁锦儿姑娘 是个可耻的托 便是要借她的口 说出这些话来 一切顺利 袁锦儿心中也是高兴 扭头望望殿外 等在那儿的聂云竹也笑着挥了挥手 心情激动 她自然没那个钱 把知府大人也找来当托 两个月以来 在宁义的指导下找找关系 布一个局 便是为了如今晚这般 通过知府大人 为松花旦真正扬名 虽然在比赛之中 对于宁义支持启兰这种事有些不爽 但此时的袁锦儿还是蛮尽力的 一个迷人的笑容之后 便拿起那松花旦 这府大人说得如此有寓意 锦儿一定要尝一个才是了 不知应该怎样吃才对呢 简简单单的广告手法 越是能让与会众人 在这松花旦上停留注意力的时间久 效果便越好 袁锦儿维持着有关松花旦的话题 也在此时旁边一名老者挥了挥手 且慢 袁锦儿与刘之府都愣了愣 只听那老者说道 不知刘大人这些松花旦究竟从何处买来 老朽对此旦制作方法略有所闻 其在制作当中会加入石灰于其中 若比例太过便有独行 这事情实在出乎意料之外 袁锦儿保持着笑容 心中则是一阵大骂 老头真多余 可是眼前这老头实在地位超然 他也只能陪着笑容 看下一步发展 后方作息上 原本看着袁锦儿来表演的顾燕珍心中敞亮 到这时也不由地失笑出声 哼 这下可好了 有人半途拆台 这人可不好应付 殿外树丛中的聂云竹 原本也不知道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微微一恶 但望见那说话老者的样貌之后 才朝殿内的宁义望去 这时候宴会上也有人已经开始吃那松花蛋 听闻此言全都放下筷子 只有宁义还在旁若无人地 沾沾酱油往嘴里塞一片 在他旁边 妻子苏坦儿没好气地将松花蛋抢下来 聂云竹看得笑起来 心中微微酸楚 殿内那老者笑了笑 倒也无需太过担心 以石灰水料理入味 诸多菜品皆有用过 只是用得恰当便能生金开胃 甚至养生之功 只是那些菜肴皆以烹饪有时 有了章法 不予出错 这松花蛋却是今年才出的新鲜事物 老朽之前也已吃过 为研究出此方的足迹松花蛋 方为正宗 为宴席佳品 何必竟出现时日不长 听说此时房间已有防治出现 老朽只是怕若防治不得法 这蛋便非蛋不能养生 反倒伤身 那可就不是什么松花 富贵 翡翠蛋了 他这话说到一半 袁锦儿便微微张开了嘴 后方的顾燕针也愣住了 刘知府连忙请人去问 随后管事回复过来 刘知府便是哈哈大笑 此蛋却是由竹脊买来 老者听闻 在那边笑着点了点头 如此便无碍了 夹起前方松花蛋放到碗里 对面有人笑道 明宫渊博 想不到此吃喝之事也有了解 被称为明宫的老者 哈哈大笑 此事可非老朽夸口 年少之时便有为老涛之源 曾经走遍天下名声 吃各种美食 这口腹之事 老朽今日 忍得第二 二等可找不出第一来 他开始吃那松花蛋 旁边便再无疑虑 知府那边随即也夹起松花蛋 来做个表率 他方才说了那么多 若后来被人认为这宴席菜肴不正宗 那可大丢面子 此时自然要表示 我这宴席上不可能有假货 随后还为这松花蛋 多说了几句好话 殿内 康贤与宁毅互相交换了一个 你欠我一个人情的眼神 殿外 聂云竹叹了口气 望望天空中的银河星海 笑了起来 再往殿内看去时 宁毅仿佛什么事情都未有做过一般的 吃着东西 稍后方一点 顾燕针皱着眉头 想不到 他竟然已经放出此等传言 他自然不知道宁毅与康贤有关系 只认为这传言放出已经流入康贤耳中罢了 旁边神渺叹了口气 随后笑了起来 燕针 这十两银子 你怕是要提前输给我了 这年月消息流通不算灵活 多数只是口耳相传 但也因此 没有太多杂音混淆众人的听闻 花魁宴上 有关松花蛋只是个小插曲 但此后 必定会以极快的速度传遍江宁 众人只要说起这松花蛋 便漏不了这新闻 而有了康贤那般说法 一时之间 恐怕也只有足迹的松花蛋 能叫松花蛋 其余的皆不能称富贵 翡翠了 想要仿制之人的财路 短期内已然被赶尽杀绝 即便打价格战 对足迹也造不成任何影响 而在宴会尾声 借一名女子之口 便说出的城东似有一人 前两天中毒 症状虽不严重 但怕是吃了假冒松花蛋的事情 这事情半真半假 难以分辨 不久之后 一名聂云主请来的新任掌柜 诚恍诚恐地赶过来 表示东家担心假冒松花蛋害人 愿意献出松花蛋正宗配笔 由官府公布给那些作坊制作 刘知府大手一挥 这等欠人成果 罔顾人身的恶毒作坊 与他这等好处所剩 宿宿疯了 实际上 此时在外面 仿制松花蛋的作坊 仅有一家 宁义早已知道 配方保不了多久 因此竹记这边 根本没什么保密功夫 根本是故意让配方流出 让他们在端午节前 便能制出松花蛋来 以配合这次的作秀 否则若日后有人吃松花蛋 吃出问题 扣在竹记头上 便相当麻烦 那刘知府封的是一个 日进账不到一两的小作坊 也是娇小的作秀 在这等宴席上得大家称道 若此时仿制松花蛋的产业 已然成风 想来它也不会如此雷厉风行 道德此时掀起准备 其实也已经够了 一切动作只待明天变形 宴席之上在宁义这边 倒是有一个小小插曲 原因在于苏坛而认识松花蛋 相公第一次送切身吃的 便是此物呢 是相公制出来的 无意间研究出来的 随手散出去了 可是给某个朋友了嘛 切身知道呢 嗯 李平还是顾艳真 总之是这样传出去的吧 对于听到顾艳真这个名字 宁义微微疑惑 苏坦儿说道 早先曾在路上看见此物 想起那日 相公拿给切身吃的 后来打听一番 那顾艳真 以松花蛋讨好一青龙女子的故事 已传遍坊间 真是痴情人呢 相公成人之美 也算一件好事 嗯 虽然相公的东西套在他人头上 总让切身觉得不舒服 苏家不可能喜欢宁义跑去经商 更不可能弄十四什么的 苏坦儿也只以为这相公体量家中难处 因此制造出来便给了别人 当然宁义当时说得轻描淡写 就算不是他所致 那也是无所谓的 宁义对这认知有些无言 然而也是顾艳真坐在了后方远处 若坐得近了 听苏塔说起这佳话 不知会不会吐血 第二天 一个在精心布置和装修后 有足迹招牌的小店 在江宁城一处 不算非常热闹的十字路口 开了张 聂云竹请了个有口碑的大厨子 招牌菜肴是与松花蛋有关的一些吃食 例如皮蛋瘦肉粥之类的 也已经试验了出来 还有其他品种菜品 宁义只将一些简单的理念 放在其中 这年月不是人情疏离的年份 类似专业快餐式的经营不能用 反倒要给人以亲切回家的感觉为最好 而那厨子也是专业的 有本事 笔之宁义与聂云竹的摸索 各种皮蛋菜肴的味道不知好吃了多少倍 每日推出贩卖皮蛋的小车增加到四辆 分别以煤蓝竹菊为名 上面都有在顾雁珍看来酱气十足的画 每日活动在江宁各处 若能在这样的小车上消费到一定数额 可拿到一张有趣味的木牌 集其不同花纹的四张之后 便能在总店里享受八折九折的优惠 而在那些帮忙贩卖松花蛋的酒楼当中 此时已经挂上了一张逐迹松花蛋的精美木牌 以做防伪 并且配合着花魁赛上的传言 隐形地打出口碑来 虽然也有规划一般 但并没有花太多太大的功夫 对于宁义来说 这些简单安排不过随手罢了 他的心思不在那些 想要与竹记抢生意的商人上 不在那些想要与苏坦尔争权夺势的家人上 不在江宁城东诸多文人才子上 至于顾雁珍 他如今还不认识顾雁珍 第二天天未亮 他一路跑去秦淮河边 在小楼前见到了脸色红扑扑的聂云竹 今天开业 聂云竹已经等了他好久了 随后让他举起一只手掌 轻轻咬着嘴唇 做了一番努力 方才举起他那五指修长白皙的右手 在宁翼的掌尖轻轻拍了一下 随后有些率真的露齿一笑 他望着同样笑起来的宁翼 心想他或许并不明白自己的心情 但无论如何大家在笑 那就好了 这样的鸡掌有些语矩 不过他确实想要这样做一次 心里扑通扑通地跳 两个月前 他的手被顾雁珍握了一下 最后甩了对方一耳光 赶到一边去洗手 那时候的感觉很糟糕 被握了那一下的触感 让他觉得恶心 洗也洗不掉的样子 他当时想着 若是力衡在旁边 那便好了 可第二天见到他 终究是没能鼓起勇气来 到得此时 才这样与他手掌碰了碰 心中觉得 仿佛做成了什么大事一番 就像是今天要起步的店铺 已经有了新的意义了 宁毅对着轻轻的鸡掌 自然并不在意 早晨的时候 又看见了松花蛋的小车 从一处道路的对面过去 想想聂云竹的努力 不过他此时 也有其他的事情要做 他在附近鞋袜店 挑了一双鞋 随后带着早点餐食 往学堂那边走去 这天清晨 江宁城中 名叫苏坦尔的女子 坐上马车 去经营 她麾下 以成行相当规模的生意 城市一侧 名叫聂云竹的女子 打开了小小店铺的 第一扇门板 人潮当中 宁宁提着小包裹 去接触一些 真正能令他感兴趣的事物 古朝景汉 八年五月初六 仿佛是充满朝气和希望的城市 一切都还刚刚开始 宁宁推开院门 听那风铃声传过来了 作者愤怒的香蕉 演播人 聚五八雅居 后期制作 聚五八以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